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逢星期三想假的Shall We Talk 請來劉石賢聊天 疫情期間他零收入 之前因為離婚付出六位數字的贍養費 幾乎要賣樓夠急 幸好妹妹借錢給他度過難關 現在肥哥哥的工作量復償 感情方面有好消息 和拍拖兩年的女朋友打算夏年結婚 因為已經被女朋友的兩個女兒接受了 他年輕時110磅的銀行職員 變成肥肥的第一屆演藝學院學生 入了亞視28年 被稱為亞視忠臣 中間有很多經歷可以分享 先由他的感情近況講起 我現在的這一位是我的真正的新太太 正式結婚應該會在2024年 現在我們在計劃中 其實在一個活動之下 我正在參加我的一個好朋友 她的先生的一個七十大壽 她說因為她七十大壽 叫我幫她做MC 我現在現任這位太太 剛剛好她是在做統籌 這個分數的統籌 剛剛好大家一起在這裏工作 我的朋友突然抓住我 就在這裏問我 她說你現在是否和內地那個女朋友已經分開了 我說對 我分開了 因為我和之前那個女朋友 因為有些不知道在什麽情況下 大家有些誤會 還有加上有些相隔太久了 分隔二地 疫情又見不到面 所以大家的感情上面出現了一些波折 所以最後沒有辦法 一定要狠下心場地分開 其實當時有點不捨得 不過不捨得也沒有辦法 在那個過程裏面 本來我其實那個時候 自從那段的感情分開之後 我都有心如止水的感覺 我都想過算了 可能上天真是耍我 我打算叫我 這段三親感情之後 我們都應該要單身 但是想不到是事隔了幾個月 幾個月而已 就遇到現在的這個太太 怎樣認識這個太太 叫Event 我的朋友就說 我介紹這個給你認識 這個她的身世 她和你很相似 大家一定很合格的 她是一個很活動的人 她是可以幫的 她本身是以前 她是在做一間 叫做一間初創公司 她是在做一些管理的 就是administration的工作 我在這個功能裡面 我看到我太太她的工作 那個能力很強 我有一些時候我就說 其實你應該做得更多的事情 你沒有理由 還是在這個工資 這樣的錢 我就說 不如當時起了一個私心 本來想著 如果有一天 我叫你幫忙 你做不做 她就說 好啊 有機會 大家合作一下 我本來想著是一個合作 誰知道 就不用合作了 然後我就介紹 不如你們兩個白朵 哈哈哈哈 這樣 後來因為她公司的變動 我就說 既然是這樣 不如 你全心全意去照顧我 那天她就 全心全意去照顧我 照顧哪幾個方面 你去飲食 我工作上的東西 那你說她跟你 會議是比較相似的 包括了什麼 年齡相近 其實我們相差九年 這位就相差九年 那最重要就是 她之前都有戀婚姻 她都是戀婚人的 分開了 是的 所以在感情的過程 其他方面 都是比較相近 大家都曾經是因為 感情傷害過的人 所以就比較珍惜現在 我們眼前的這些一切的事情 基本上 我一認識她的時候 我都已經說 結婚了 不如 哈哈哈哈 一直向外宣布 有些人就說 哇 你說了兩年 你都不實行 那 一是時間關係 第二 第二 真的 未滿足到那個 因為有些關係 要做一些錢 因為她本身有女兒 她的女兒 可以接受我 接受我 現在接受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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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真的看到我 很照顧她媽媽 對 她開場的時候 她們都頗不喜歡 經常有些 困難 經常都罵媽媽 媽媽 你做甚麼 你不要我們兩個 即是不要我兩女 她回來又怨我 我女兒罵我 你看看你 那些 對 多大 一個十六歲 一個二十歲 嗯 十六歲 反共一點 會 對 對 不過她們現在就好一點 兩個女兒都接受了 和我 很親密 沒有策略 真的 我們沒有策略 這件事 這件事 我們真真正正 真的和她相處 拿個真心 拿個真心出去相處 我們是真的 是的 再加上我 我這邊 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有很多都和她相處 融合 我們需要一些 這樣的事情 一些優惠 現在大家都 所以我們都在談 我們都說 不如 本來曾經有想過 是否 算了 放甚麼酒 結甚麼 我不行 她反而說 其實不結婚也無所謂 甚麼 一紙分書 不是代表甚麼 我說我不行 我一定要給她命分 因為基本上 她每天都跟著我 是的 很多人都在說 有你一定有她 我提起 有個朋友一定說 她叫我出席一個活動的時間 我便說 你有沒有遇到我太太出席 然後她說 你有沒有搞錯 稱不利堂 你一定是 你不帶著你太太 她是誰 一定是 完了 放心 你便說 你有一個高僧 跟你說 是 你一生之中 不是不缺錢 而是不缺女人 是 所以我絕對相信是這樣 是的 因為我都沒有想過 其實有這樣的情況 好像 大家有很多人說 哎呀你 你是不是這樣 你怎樣 你完一段又一段 我不是我想的 我真的不知道為甚麼 她真的輪著你 即是網上的扶貧 是 很多人說 你 哇 那些女人出席 是的 說我很花 但我都說了 我不是花 真的 我不是我想的 他們來了 大家又能夾到 我覺得就OK了 還有 我是一段 完了才是第二段 我沒有說 夾著夾著的 如果我夾著這段 就這樣 一個踏兩船 你都可以說 我又不是 是 另外想問一下工作的 是 疫情時 含這個風景 是零收入 要問阿妹借錢 是 幾乎想買樓 是 是 那怎樣到過這個難關 之前都說過 真是很感謝我的妹妹 真是她幫我 就過了這個 最大的難關 那現在 可能的就是 現在 層樓公滿了 現在叫做 最大的難關都已經過去了 那現在呢 就 今次在這個 疫情的情況下 真的令我反思了很多事情 就是 做人 真的需要一個 就是 不單止 要積極面對所有的事情 其實 你真的要 很積極面對 在那個 生活 所有的事情 我也會 所以 今次 一過了疫情之後 一復上的情況下 我是真是比以往更加積極 我生活很多 是啊 你說你以前都很懶 很懶 真的 我剛才 我之前都和你聊過的時候 我都這樣說 我真的很懶 唉 有些什麼 不要搞了 有些事情辛苦了 不要做了 現在反而我不會 真的 所以其實 你發覺了 現在在我眼神 很多事情 我老婆都說 你應該很累 我真的很累 真的 是啊 我曾經在 這兩個月好些 我記得我在 8月 9月 10月 那三個月裡面 我基本上沒有 沒有休息過 我不斷 每天都有 功能 每天都有 工作 劉石賢的工作 除了搞活動 譬如構思 籌備 和做私儀 仍然不忘 演戲 在得獎電影 《八日青春》裡 和黃秋生演死黨 劉石賢和黃秋生 是演藝學院 第一屆的同行 那時候我們不敢 跟他多接觸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那時候是明星 我們有他做ABA的時候 他已經是一個明星 大家都很熟悉 這個做電視 後來 你知道 做戲劇的人 大家是很容易 close 大家慢慢 就很熟 在美國演藝之前 做過很多工作 做過銀行 會計 有做過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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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過銀行 保險 又買過 我買過很多東西 還不記得了 又買過電器 後來就 進了去銀行 然後 就去了一間食品公司 我在做廣告部 但你知道 年輕人做事 一定會快手快腳 做完之後 嘰 怎麼坐在這裡 很悶,整間公司到處移動 你知道因為食品公司有不同的產品 每個部門都去找找找 所以那時候肥肥的故事就是這樣 那時候沒什麼就看到一個Pantry 那時候因為食品公司 什麼產品都放在那裡 任我們員工去試吃 那時候因為我們那裏的產品最多就是奶粉 就是那些全脂奶粉 不如試一下,那時候試一下 最記得一天之內我喝了八杯全脂奶粉 可能那時候也會說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樣的產品 我回來開始肥了 幾磅? 那時候我那時候 因為我開啟的時候很瘦 我那時候只有一百一十多磅 最記得我離開公司的時候 我已經去到一百二十多,差不多一百三十磅 我入TVB的時候一百三十磅 是呀 有什麼機緣入TVB的?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很渴望 是加入這個圈 是呀,我有寫個故事去色藝城 有寫個故事去家和 全部拒絕了,撿回給你 參加一個新秀被人叮了出來 參加新秀 是的 新秀被阿黎小田 立刻叮我 因為我由1979年 我中學畢業之後 我開始有接觸一個葉兒畫劇社 我發覺自從那時候開始 我很愛上了戲劇、演出 那時候都膽粗粗 我曾經自己導演過幾部電影 是的 自己導演 舞台劇、演出 我都導過幾部電影 曾經都很渴望在參與這個工作 所以當時是很渴望想找到一份 和這個有relative的工作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看了一段很小的廣告 上面寫這段TVB 請資料搜集及編劇 請訓練班 那我就很膽粗粗的 咦?有些機會 那我自己寫風上去 那我就去報名 那你去跟都市行程那些 是的 接著他就入了 讓我去讀了 那我讀了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 接著就扔了我去 那時候叫做庫理新資 我記得那時候 我負責一個item 就叫做 還記得名字 叫做高級專門店 是我想的 那就是介紹一些高級的東西 就是介紹一些瓷器 西裝 就是這樣 那永遠一經過的時候 我們經過灣仔 就見到一個很大間的 起近的一個 叫做演藝學院 那整天都有一些夢想 咦?那裏有些東西 導演是我們每個星期都要做一個小雜作 就是我們要找一個小雜作出來做 是的 我們基本上那些演員要自己找 我們基本上哪一班的同學生 我都找的 那我最記得那個時候 很多都已經找過了 古明華 我最記得那個時候 都幫我做過 幫我度過我的小雜作 古明華 陳錦雄 陳錦雄 我最記得她是幫我做一套小夫妻 即是兩夫妻的戲 是的 那當然後來我的大雜作裡面 有劉雅麗 是的 Alice 因為我的畢業作品是一套歌舞劇 劉雅麗 呂仲賢 全部都是我當時幫忙做的 是的 還有最厲害的就是 現在的大導演王珍珍 當時都是我其中一個女主角 哈哈哈哈 那畢業了 那王秋真的介紹你入阿士 是的 是 因為我考TVB失敗了 那他就介紹我入了ATV ATV 一入就入了28年 28年 直到他熄燈了那一刻 所以每天都叫你阿士的終身 哎呀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對你來說是千斤重的 沒有 千斤重的 的而我經常都說 阿士的終身是大家過癒的 因為我是最後一個走的人 所以他們覺得我會對阿士的天使 當時有個比較忠心的感覺 所以就給了這個名字給我 所以當時我當時是不捨得當然一定有 但當時是充滿著憤怒的情況 其實當時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是說 阿士的天使 我是很不似他最後結束的那段時間 是的 我當時我也罵阿士的天使很多次了 我說你作為一個現在的老闆管理人員 你拖著了那麼多人的糧 那麼多的人 既然你是不做的 不做的 你想清楚 你應該把那些糧的東西 你應該發放給所有的那些 因為我剛才說的 你現在說的不是四百個員工 你說是四百個家庭 你四百個家庭裏面 個個都現在都要面臨著新年 就是你兩萬年米都扔不了的時候 你不是想餓死這四百個家庭 是吧 人家要過年了 你居然在這個時間才告訴大家 那樣子 你連糧都出不了 當時我真的都為他們發個聲做的 當時其實會叮的那一刻是不捨得的 不過我們始終都覺得是有點憤怒的 是的 即是有很多阿視同事都過了TVB 你當時是有一點點的情況 所以我沒有過TVB 那幾段時間中 我記得由16年開始 它關燈的那一刻開始 我連續16、17、18 去到19年 我總共做了10個舞台劇 是的 你說是可以 我當然是很開心 因為我很喜歡舞台劇 差不多10個舞台劇 和劉錫賢做這個訪問 聽到一個喜歡演戲的肥哥哥的故事 他經常說自己的口頭禪是無所謂 雖然走過高山低谷 仍然是樂觀面對 亦因為隨和 一生和女性的緣分都不錯 最後想問他 假如讓他約一個人坐下聊天 他會約誰呢 如果你真的要我去選一個 現在 我想現在立刻可以 約到他 和他一起聊天 當然我這個就是我過世的媽媽 是的 因為我到現在為止 我仍然很想念他 他已經離開我幾年了 但是他過世之前 我和他… 因為他身體不好 還有很多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 真真正正可以坐在那裡 說一下我們自己 本身自己的問題 也因為他在那段時間 因為疫情 很多時候我都不敢擔 不敢坐在那裡 和媽媽聊天 如果你真的要我 可以… 現在給我一個機會 真的可以坐在那裡 再和媽媽聊天的時候 我會將我身體內 現在的一些問題 還有我身體內的很多事情 我都很想和媽媽 繼續分享 因為媽媽真的… 她照顧我這麼久 她也真的很疼我 我很想知道 告訴媽媽 現在我的感情生活是怎樣 我的工作感覺是怎樣 還有我現在心裡的別是怎樣 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很想念我媽媽 我希望媽媽在天上 每天都聆聽到我 為她說出我身體的話